歡迎回到前面百分百 說到今天外資的買超 今天回補了四十四億左右 終止了連續的賣超 那外資今天買什麼呢 我們看到今天買超 第一名是陽明 七千五百張 另外呢 系格五千七百張 鴻海台積電 還有聯電 另外呢 也包括龍頭五項遠東興 這些個股 其他個股部分 有中信金 開發金 也買進像是智深 這些個股是買超前十名 另外呢 在前二十名當中 我們看到有美食 有大同 有航空股的華航 另外呢 有臺尼萬海 中華電 提威西 友達 聯發科 還有包括寶城 今天看到了有台積電 聯發科 有聯電 這些龍頭股 還有鴻海的部分 甚至中華電的部分 大型龍頭全職股蠻多的 外資有在回補 不過先看看今天說 站在本週高點的個股 因為今天台股一個反彈 有一百多點 蠻多個股能夠算是 在本週表現不錯的 像今天有明基一 這幾天很強 今天繼續的漲停板 還有中砂 半導體相關設備 美琪瑪新勝利 琴雅 個股還有包括了像聯發科 剛剛看到的外資買超都在這裡 美食聯發科 那這一天也包括漢磊第三代半導體 工具機上銀 還有系格 這也是出現在外資買超的名單裡頭 這些個股今天站上本週高 特別是陽明一百三十塊 上漲三塊錢 站在本週高點 剛剛的外資買超第一名 就是陽明 看看外資買超股的部分 包括今天台積電也是站在本週高點 好 立刻請鼠方上來告訴大家 剛剛說過了台積電今天的股東會了 但是也看到了今天外資回補 也買了蠻多龍頭全職股 像聯電 像聯發科 說台積電有這樣的表現 或這樣的股東會說法 那聯電跟聯發科 這股價還低的情況下 是不是也都算是蠻委屈的 其實不管是聯電或是台積電 或是聯發科 其實都有被外資借券賣出 所以只要外資一有回補的壓力 這些個股就會變成買超的標準 就會回補買 對 所以你看到外資賣一定有聯電 外資買超一定有聯電 這個都是原因 就是來自於借券賣出 那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說 其實聯電最好的買點就是50塊以下 你現在來買 你就要蠻麻煩的原因 就是它的營收都在創歷史高 沒有錯 問題是 它可能會比台積電 講的2023年更早看到供給面 會大於需求面 供過於求 因為世界先進已經承認了 只剩它還沒承認 它其實之前自己有承認 可是它今天可以漲到波段高 這個禮拜高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部分就是來自於 它的高配息 它配三塊 所以它希望它的股價到哪裡 其實大家都可以這樣算 三塊錢就表示 可是這家公司至少說 我股票來到六十塊 這樣子的利率就是五個percent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來看場一點點 我覺得這一檔個股 應該是到這個缺口以上 就是這裡 這裡大概是五十八以上 就五十五以上開始進入到壓力帶 到六十它的賣壓會很重 五十五到六十之間 壓力就比較大 這個缺口是五十五塊 對所以五十五到六十我覺得你可以找一個尖碼點 這是建議大家的方式 現在是五十二塊四 所以呢 接近五十五塊錢 尤其是五十八以後 這是要注意的 這裡聯發科 聯發科 這雖然說是一檔九百多塊的高價股 但是這打這個碗底也蠻漂亮的 對 它這個就是說 因為它比大盤先落底先打底 所以它跟大力光的圖形是一模一樣 問題就在於說 它的獲利很好 明年也不錯 可是沒有成長性了 所以這種個股上面 它以前呢 你可以發覺它最高可以衝到一千二 所以它現在最低是不是八百左右 所以這個底打那麼久 你說要破也很難 因為它殖利率很高 所以我覺得它八百是一個底 所以你越接近八百 就八百五十以下 這條季線以下 如果你要參與除全息 你可以買 問題來了 他現在九百塊錢以上 到這一條年線跟半年線之間 也就是九百五十以上到一千塊 是 你如果不參與除全息的人 你可以考慮在這邊去賣 你說六百幾 六百九百五十以上 九百五到一千 尤其是一千的壓力會比較大 壓力比較大 現在是九百三 這是聯發科 再來看到在外資買超當中 第一頁很多都是龍頭股 但第二頁的部分 我們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面孔 什麼美食 還有包括提維西 這有沒有值得比較注意的 居然外資會買這些個股 像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說 新台幣又從升到二十九 一比二十九來貶到一比二十九點五 你有沒有發覺 他又開始買提維西跟東洋 是 那也不是只有外資買 投信也買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屬於叫維修市場 維修市場就是 像很多人要買新車 半年後才拿到 對啊 那我的舊的車 總是要乾脆就是修就好 就修一修 所以他們在這種過程之中 他們反而訂單變多了 第二件事情 新台幣的貶值 他們的會退收益是最多的 所以提維西跟東洋 在最近第二季 我們說第三季看不到 但是第二季 因為車子要半年以後才進來 所以到第二季 提維西跟東洋 應該獲率還可以維持 所以現在這個位置點 是橫盤整理了一段 也上來了一段 但是還是可以買 應該是說 如果你要買很簡單 這段是不是有個低點 只要這個低點跌破 你就走 你不會輸很多 可是如果有一根紅棒上去 你不就賺了嗎 但是這種個股 已經要變成做短 因為他本益比已經不低 好要做短 東洋TVC是一樣的 一樣的 好再來看看 買超當中 第一名是陽明 我們剛剛也特別講到 航運股 今天反而陽明是比較強的 因為陽明現在正被法人配對 什麼叫配對 就是因為陽明的殖利率 還是最高 那你說簡直對明年好 那是明年的事情 我剛剛就講說 除了好看好的產業之外 貨櫃個股也好 或是賞專輪也好 你要做的就是 除全席之前的座駕 那既然是除全席的座駕 是看短 請問誰的殖利率高 一定是陽明大於長榮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你就可以發覺陽明 比較有人願意去拉什麼 拉他除全席 那當然算不算在表態了 今天已經突破了 你看看久一點點 就看到有啊 有亮一點點 而且脫離整領區 所以也就是說 他應該是有機會挑戰 這個點位 所以你會覺得陽明比長榮好 如果我們只做短 做除全席之前 那殖利率越高的 拉的機會就越大 好這次看到買超的部分 謝謝鼠方告訴大家了 那剛剛這樣講 我們先看買 待會再來解析外資賣的部分 今天回補買超 但是他賣什麼 待會再講 但是很重要的是 剛剛看到這些個股 外資有買 一定也有一個條件 營收要不錯 剛好看到今天公布 很多的五月營收 五月營收的創高股 來看看 今天有中砂 信華 系格 有沒有剛剛看到 還有信邦 普瑞 個股有瑞育 聯電 剛剛講到 營收持續是成長 持續創高 景碩 富頂大中 今天有點表現了 景碩至少反彈 另外富頂大中也在反彈 個股也有竭力達麥 茂連ky 中探徵 雖然這些個股 今天稍有休息 但是前幾天很強 立刻請何慶德 董上來告訴大家囉 說五月營收 如果像這樣的創高股 很表現不錯的 是不是法人不愛也難 尤其這些個股 今天很多也都來到 本週高點 這算是本週的強顏股 怎麼跟著營收選股票 最近這個營收創高股 有的時候法人 在高點的時候會先賣 賣了兩三天以後 又把它買回來 今天中砂就很標準 他要創高的時候 前兩天最高來到一百七十二塊漲平 結果隔天就賣了三千多張 賣下來 結果昨天又買回來 今天又彈起來 又衝上去 對 跟元泰也都是一樣 這怎麼做 尤其是這些個股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投信的狀況 他並不是要這一次把它做到底 做到六月底 而是漲多了股票 他會把它獲利調節 那有一些股票會切到 大家可能預期不到說 他五月營收會創高 結果他創高了 結果他去買回來 我們來看看五月營收 在今年五月創高 竟然在淡季當中可以創高 這集中在哪些產業 集中在這個部分的最多的是 這叫IC設計 還有IC設計 對 就說IC設計 而且這裡面MOSIFE大概有七家 所以大部分是MOSIFE的 對對對 但MOSIFE有的時候 它是反映這個時候的訂單的 訂單的狀況 也就是說再來要延續 要看第三季的狀況 這很重要 另外電動車有八家 半導體有八家 機構件我們把它併在一起 機構件 鋁式件 這把它加一加有五家 那代工的部分有 有這個高爾夫球頭 有這個鞋類的這三家 生技股有兩家 其他電訊 金融 航運 網通各一家 這是創新高的個股 從這集中的產業當中去看 大概歸納在這裡還蠻強的 所以五月份淡季不淡 照理說第二季蠻淡的 但是還不錯 就是因為大家本來預期是 四月份可能會Slow下來 那五月份可能也會再Slow下來 結果四月份下來 五月份再衝高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電子股有一些是有期待 是以後蘋果的這個旺季 是在第三季 是不是有一些會帶起來 你看這個大陸股市的 這個瓶蓋股像什麼利訊 這些都漲了 大力光今天就講了 六月比五月好 五月已經不錯了 已經有在成長 那就來看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麼挑股 尤其是最好法人也看到 然後早就開始在卡位了 對 所以我們把它選代表股出來 就不會全部都結合一檔股票 大宗的部分是在IC設計的部分 IC設計它算本益比低 因為它第一季就五塊多了 它比這個戶頂還要來得本益比低一點 但是這檔股票的股性就沒那麼好 衝高你就不要去追它 看看大宗最近 我看它衝高以後 你看今天有一個下影線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地方是五日線 他就沿著五日線 在這個地方很強勢的往上走 那如果它跌破五日線 基本上來講你可以先賣一半 這個是比較強勢的股票 你不能利多不漲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五日線一百六十塊 可以留意拉回一半 拉回接近五日線操作法 那再來中探針的部分 它基本上是在充電裝的部分 它今天有點休息 但前幾年很強 對 它前幾年很強 今天是投信賣了一點 但是外資又買超 它股價是不斷的往上做拉升的 它股價是創高的 因為昨天最高的時候 709是漲停板 那漲停板爆出大量 所以要消化 那個漲停板追著這一些人的籌碼 所以就昨天的低價的位置 就要注意一下它有沒有跌下來 如果以今天來看 它今天稍有拉回 但跟昨天漲停板相比 這個位置點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這個點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它回這個位置是可以接受 因為它連紅K的中線都沒有回來 都沒有破嘛 對對對 所以這樣的強股就看昨天 漲停板的這中線一半 一定要守住 所以今天的拉回怎麼做 拉回的部分的五日線 也是五日線嘛 所以這一線比較強 我們就定在五日線 它現在是68塊7了 但五日線在65元 關注在65元的五日線 中砂今天很強的 中砂今天很強 昨天就不是那麼強 我們把中砂看一下 它基本上來講是我們這一次 第三代半導體加上再生經研 兩個聯合往上衝了 它最高來到172 那法輪的投信的部分有賣一下 賣一下 昨天買回來今天又買回來了 然後你看一下它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是漲停板 然後拉回的位置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這是十日線 那十日線它有一度跌破 跌破的時候它收出一個十日線 那十日線就代表說有點變盤的味道 當它在變這個時候的投信回買了 那回買你就要把昨天的低點 當作停損停利點 昨天的低點當停損停利點 不能破的 不能破的 但是前幾天拉回的時候是量縮 今天又帶量又衝高 今天帶量衝高的部分 今天是外資賣投信又買回來 是這樣 那在這一根的時候 投信大賣賣了三千多張 我想這一個賣的跟買的是 不同的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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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 所以這怎麼做 因為這真的有點難做 前兩天看到投信一轉賣 嚇跑了 大家很多人在這邊嚇跑了 今天看到都跳上來了 這時候這樣子還能買回來 我們一般的操作是這樣 有些股票如果它創 波段新高 那我的建議是穩健保守原則 你先賣一半 那另外一半就是停利點的方式 你最起碼不會說衝到這個地方 沒有賣 然後去追在這個地方 那往上衝高的時候 帶量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一下 好這是我們看到中砂 這今天的中止連黑的反彈 個股有名肌 這個很強 繼續漲停板 還有茂聯KY 他是電動車相關概念 對電動車相關概念 茂聯因為他併了 歐盟的一家子公司 所以他的營收一定是創高 這是大家不用自已的 那只是說他現在是一個大區間 所以你就茂聯來講 我們看一下昨天商道法人有買 那今天有的又賣了幾十張下來 所以他十日線可以買 然後做一個大區間的操作就可以 你把它放大一點 你就會發現 他真的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 對吧 對這個區間裡 那你就到這個地方下沿 300塊以下你買 然後330以上你去賣 大概他的操作是這樣 那目前有的時候 你看一下法人 一天買一天賣 一天賣一天賣 常常是這樣 而且他股價也稍微比較高一點的 好 這是我們看到這幾檔法人有買 然後營收創高的個股 謝謝何董 那剛剛這樣講 可以挑出來這產業的幾個方向 尤其在營收創高股的部分 待會兒回到現場說 接著就是股東會後要除全息了 今天重頭戲 就是我們要先告訴大家 到底這月底好多好多個股 準備除全除息 你要不要參加除全息的忘記開跑 參加嗎 待會兒一一請教專家馬上回來